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昨天晚上睡觉前 无意中打开手机 看杀到某一条视频 这条视频 关于越南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叔 经常去腹外 吃些不甘不敬的东西 导致前几天呢 不幸离世了 我仔细看他那条视频之后 他的评论期 很多老中医告诉他说 我们农村有种不奇艳的植物 原来这种植物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 俗称为发癌果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 用途却非常的厉害 还有很多外地外省的人 都不了解甚至不认识 今天小城不才 就来到腹外呢 借着这个机会 顺便帮网友们去寻找 并且认识一下 说不定这种植物 在你们的家乡也有 走了 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种植物 说来还是挺乞丐的 刚才我在周围这块荒废的田地 寻找了一个遍 都没有发现到这种植物的踪迹 虽然他对生长环境要求 并不是很高 但是适合他生长的地方 就一片成一片 不适合他生长的地方 一株也难寻 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 对我们今天要寻找的这种植物 并不陌生 应该也有了解过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用途妙用 在这个位置真的可以算是踏破铁鞋无异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万万都没有想到 在我们村里河边边 终于让我们意见到了 目前长势非常的茂盛 刚才我看了一下 已经有生长了两三米长了 也结了很多果实 就在我手指这个位置就生长了有一株 不知道你们镜头里面看不看得清楚 我还是拍个郡景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植物生长的特性吧 大家看 就是你们镜头里面所看到的这种 铺着植壁上一直生长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种植物了 像这种植物 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并不陌生 一眼就能认识 但是看起来很像我们农村一种蔬菜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弄错了 这种植物 首先我们能看到 它属于一种藤蔓植物 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虽然这种植物到冬天会枯黄掉 叶片会掉落掉 只要它的头部没有腐烂掉 到来年一人会在这个位繁殖 我们能看到它的叶子生长特性 外表形状呢 估计网友们在镜头里面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特别的漂亮 属于一种爱心的形状 不过它的纹路呢 特别的清晰 线条也很明显 摸起来有点呼浪型的感觉 反面的线条也很清楚 枝条上面呢 就很多斑斑点点 看起来有点像人血动物的皮纹 再能看到 目前枝条上面几乎都结了果实 刚才我也摘了一个哈 确实这种果实特别的坚硬 每根枝条上面呢 就结满了这种特别坚硬的果实 像这种果实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就俗称为发癌果 里面的家乡又叫它什么呢 大家再仔仔细细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要寻找的这种植物 一开始也跟王一鸣说过 这种植物用途却非常的厉害 其实在白草当中 可不容小奇 在唐本草本草纲目里面 都有记载过这种植物 那它到底有什么用途 因为我本人没有知识 还请王一鸣见谅 如果王一鸣对这种植物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某网上自行科普下 除了在当地农村老中医常说叫发癌果之外 它的邪名叫王独 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们在这个河边边 寻找到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植物 也不知道视频前的王一鸣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 像这种植物的果实特别的坚硬 除了在我们这边 各地方的方言叫法不一样之外 你们的家乡又叫什么呢 或者是你们对这种植物 有没有更好的知识了解 也可以把你们宝贵的知识 分享在我评论期 让广大的王一鸣都能认识到这种植物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 王一鸣撒到我的视频 虽然这种植物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草药 但是万物它都有副作用 我们遇到这种植物不懂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轻易的使用 更不要去尝试 一定要进行在医生的执照下进行使用 我把这颗果实带回去 问一下我们村里的老中医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妙用 好了 这期视频就先分享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